嗨,欢迎来到Flo,我是Cady,凯蒂瑜伽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训练我们的筋膜 那我今天邀请到了好朋友Celia 一起来带我们进行筋膜训练的练习 好,跟大家打招呼啊 嗨,大家好,我是Celia 对,然后我之前有在就是我们的教室Vibes 有上过Celia的筋膜训练课 那我觉得筋膜训练还蛮特别的一些地方 是它跟瑜伽有些动作很像 然后但是它其实训练到的目标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们请Celia解释一下好了 什么叫做筋膜训练 好,就是Sleens筋膜训练的话 它主要是以结果列车的那个meridian 就是筋膜线来做训练 那我大概讲一下就是筋膜是什么 就是筋膜呢,它在你的身体就是无所不在的 所以就是只要你看得到的地方它都有筋膜 就是你的皮肤的下面 然后你的肌肉,然后骨头 然后之间它都有筋膜的 所以筋膜它其实就很像一块布 它就像一个shift 然后它就是包着你整个的身体 所以如果说你可以想象你把你的肌肉骨头 然后全部都拿掉的之后 它还给你的身体的那个形 它就是维持你的筋膜 那筋膜它有很多的特性 那像是它是有水分的 它是可以滑动的 然后它是有我们说的张力 就是它可以让你的身体出在一个就是最稳定的位置 就是你不需要用非常多的肌肉的力量 然后呢,它就可以让你的身体维持在某个位置 那还有很多的就是它是非常一多感知的一个 我们说的一个就是身体的一个系统 那这次筋膜的训练 它的练习呢 它主要是以皮拉提斯 瑜伽 然后跟一个残柔混合在一起 那有一些动作呢 它是比较是slings里面 就是它专有的动作这样子 嗯,然后我今天就是想特别带斯里亚让大家练习一个 我自己上过也觉得很特别的动作 它其实看起来有点像是前弯 就是我们一般在瑜伽练习里面的站姿是前弯 然后但是在sling里面它叫做 它叫做就是roll down 那主要的话我们其实是以你的核心为主 然后呢,去慢慢的移动你的脊椎 所以它是慢慢的 然后进到一个像是前弯的位置 可是并不是像是瑜伽 我们可能是比较是用宽的位置 然后你直接宽的地方往下折 然后达到很深的那个前弯 好,那我们一起来 好 那我们就站在垫子的中间 好了 那我们会让你的双脚打开来 然后呢,你想像你的脚之间呢 有第三只脚的一个距离 所以你的刷脚它不会打开得非常大 所以呢,它就是还蛮稳定的 就是在你的那个坐骨的下方 那在这边呢,我们会先找到你身体在中间的位置 身体在中间的位置 我们会以你的就是骨盆凸起来的那个骨头 然后还有你的齿骨 让它呢,就是可以在同一个平面上 如果说你的齿骨它是比较往前的话 那你的骨盆它会显示在一个往后傾的位置 如果说你的齿骨是比较往后 你的两个吐出来的骨是比较往前的话 你的骨盆它会来到一个前傾的位置 所以我们会先找到一个中间的位置 找到一个中间的位置 你会感觉到你的下腹部呢 它会有一点点的就是开始用力 那现在慢慢的你让你的脊椎呢 往上延伸 然后你的肩膀头它会是完全放轻松的 在这边我们来做一次的吸气 然后下一次吐气的时候 让你的下巴去找到你的锁骨 然后慢慢你想象你的脊椎呢 很像本来是黏在墙壁上 然后现在你要让一颗一颗的脊椎 慢慢的离开墙壁 所以你的下腹部呢 它还是一样会非常的有力量 然后保持你的骨盆在中间的位置 慢慢的让你的脊椎呢 一节一节往下 然后你越往下的时候呢 你会感觉到你的下腹部 它会是越来越用力 所以原本可能呢 你只有用一分的力量 你会慢慢感觉这个力量 它会从一分来到三分 然后当你越往下的时候呢 它会越来越用力 你的双手啊 肩膀头还是完全放轻松的 然后你就想象 就是你脊椎呢 一个一个的慢慢的 中间它会有一点点的空隙 拉开来 所以这个是你的superficial backline upper part 上半身的 后面的筋膜线 慢慢的打开来 然后你的背啊 它会保持公共的 然后我们会来到呢 你的手呢 大概离地十十五公分的位置 然后你会感觉到下腹部 还是一样会在最用力的位置 然后在这边呢 我们会做一次的吸气 你会吸气到你的下背部 然后下一次吐气的时候 你的膝盖弯 让你的双手来到垫子 所以在这里呢 你的肚子的力量 是完全放轻松的 你的上半身 也是完全放轻松的 我们会做一次的吸气 让你的臀部往后 做一点点你的头轻松往下 甚至你可以往后看 感觉一下脊椎后侧的眼睛 然后吐气的时候 慢慢让你的膝盖 伸直到可以的位置就好 所以不一定要让你玩 让你的膝盖是伸直的哦 所以你就感觉到 你的小腿后车 大腿后车有延展就好 我们现在呢 正在就是伸展 是你的superficial backline 它的lower portion 就是下半身的位置 再一次吸气的时候 让你的臀部往后 做一点点 头轻松往下 感觉一下你的下背 甚至你的上背 脊椎后车 然后吐气的时候 再慢慢让你的膝盖 伸直 上半身还是完全放轻松的哦 最后一次 吸气的时候 让你的臀部往后 做 然后吐气的时候 慢慢让你的膝盖伸直 下腹部用力 然后再让你的脊椎 一节一节的往上 转回来 所以一开始 你会感觉到 你需要用一个十分的力量 然后慢慢的当 你的上半身越往上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力量会越来越少 可能来到一个三分 然后一分 然后慢慢的头 它就回到身体的中间 所以其实到最后的一部分呢 是你的superficial backline 就是你后面的前背线呢 它好像有个力量 把你这样子拉起来 这个就是你的筋膜 就是它呢 其实是可以帮助你 就是节省很多muscle 脊肉的力量 然后呢 让你的身体回到它应该的位置 感觉如何 有放松 有 我一开始第一次做的时候 就是 因为我们一般都是做 前弯嘛 然后你会固定 就是某一个位置的动作 你很顺 然后但是你做这个 慢慢圆肺上来的话 你会发现 你有几节的脊椎是比较紧的 对 尤其是在很多人的话 其实是会是胸椎的位置 因为其实胸椎的位置的话呢 它呢 可以移动的 就是平常我们在做的动作 其实是没有到那么多的 所以很多时候 很多人都会感觉不到 就是胸椎这个方 这里的那个脊椎在做动作 所以可能你会感觉到 好像是一整片这样往下 可是就是慢慢的 就是这个练习的话呢 它是可以就是让 胸椎的部分的 之间的那个筋膜 是可以让它越来越松开来的 对 那这个动作很适合 就是可能早上起来 还有些在睡前做的话 也非常的好 嗯嗯嗯 然后如果大家找不到感觉的话 是不是靠墙蛮适合的 可以 可以试着靠墙 可是就是 当然就是你在靠墙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是 它会有一点点 就是限制你 就变成说 你会来到一个位置 你就没有办法再往下 对因为其实你的臀部 它会是往后一一点点的 嗯哼 对 好 那我们今天会请思量 带我们第二个动作是 脊椎的左右跟 螺旋线的一个活动 对 筋膜的 就是螺旋线的一个活动 所以就是脊椎 它有做一个像是旋转的动作 往下往上旋转的动作 好 那我们一起开始 好 那我们会先就是来到 可能就是 算是弓箭步吗 低弓箭步吗 短的弓箭步 短的弓箭步 对 好 那钻的话 你可以先就是让它准备好 然后来到你的 左膝盖的外侧 好 对 这样 可以 对可以第三个高度 在这边呢 我们会先吸气的时候 让你的双手往上 吐气的时候 让你的臀部往后 做一点点 所以你的脊椎会来到 大概45度的位置 这个会是训练你的核心 然后我们说的 dynamic stability 然后吸气的时候 双手往上 吐气的时候 让你的双手往后 然后这一次 吸气的时候 让你的左手往上 然后在这边呢 我们保持你的骨盆 跟膝盖 它会是在同一个直线上面 一次的吸气 让你的左手往头的方向延伸 所以感觉一下呢 就是你的 从你的左边的腰侧 然后到你的左边的肋骨 然后左手背的外侧 到手指头 它呢 就是会有一个延长的感觉 所以kitty的手 可以再往那边 往右边多一点点 所以感觉很像 就是你在做一个侧往 然后吐气的时候 回到中间 再一次吸气的时候 让你的手 再往头的方向延伸 吐气的时候 回到中间 再一次吸气 吐气的时候 回到中间 一次的吸气 让你的右手往上 吐气的时候 让你的臀部往后 双手往后 然后再一次吸气 双手往上 吐气的时候 让你的双手 臀部往后 然后这一次呢 让你的左手来找到转 然后呢 我们会就是让你的左手 扶在钻上面 你的宽呢 它还是会在你的膝盖上面 所以其实这一次呢 你的脊椎呢 它有一点点就是 往左边的方向 那可以的话呢 你的肩膀 你的手肘跟手腕 它会是在同一条直线上面 我们会一次的吸气 让你的右手 往头的方向延伸 然后你去感觉一下 从你的右边的身侧肋骨 手背外侧到手指头 它有延长的感觉 我们会再一次的吸气 让你的手 再往头的方向延伸 下一次吐气的时候 让你的手指头 带着你的手腕 手肘肩膀 肩胛骨 肋骨脊椎 往下转 所以你的下面的身体 它是完全不动的 我们在动的呢 其实就是 很像你的肩胛骨呢 它在你的肋骨上面 做一个滑动 让你的手往上 然后可以的话呢 让你的胸口呢 尤其是你的锁骨的位置 可以往天花板打开来 上面的时候 就是让它轻松 想要去哪里就好 所以它可以 可能就是转很开 或是没有转很开 都没有关系 然后吐气的时候 你会先回到中间的位置 一次的吸气 让你的手 再往头的方向延伸 吐气的时候 让你的手 再带着你的身体 往下转 想象就是好像 你的肩胛骨呢 会滑出去你的肋骨一样 这一次吸气的时候 慢慢的让你的手 再往上转 绕过你的头 然后可以的话 让你的胸骨呢 再往天花板的方向打开来 然后吐气的时候 回到中间 慢慢的你可以 让你的右手来到地板 然后垫子 然后慢慢的 你可以把你的身体 就是带回来到中间的位置 然后我们会在这边 停留一下下 然后你去感觉一下 现在你右边深测 它呢 原本呢 好像有很多的水分 就像毛巾一样 被我们就是 squeeze out 就是拧干净 然后当我们回到 原本的位置的时候 这些水分呢 它就会回来到 原本的那些 我们做伸展的地方 然后它就是会充满 就是那些筋膜 筋膜它就是有水分的话 它就可以把一些 可能就是不好的东西 然后就是 新陈代谢带掉 或者可能原本 它可能比较近啊 或是没有水分的地方 它也可以让水分 再回来 然后稳定你的下腹部 一次的吸气 慢慢的让你的身体 往上 然后我们会一次吸气 双手往上 吐气的时候 让你的腿部往后坐 再一次吸气的时候 让你的左手往上 然后吐气 再一次再一次 吸气的时候 让你的左手 再往头的方向 眼神 然后我们会停留在这边 所以呢 一样的这个动作呢 我们会让我们刚刚呢 好像就是把所有的 右边的水分 把它拧干 然后现在呢 然后我们右边的身体 它是完全放轻松的 所以一样的让这些水分呢 还有这些营养它 都可以回来到这边 再一个吸气 然后再一次吐气的时候 慢慢让你的身体 回到中间 然后我们就可以让你的膝盖 放过来 然后我们要换边 换边吗 好 换边 好 所以我们会来到短的距 短的弓箭步 一样 吸气的时候 让你的双手往上 吐气的时候 让你的腿部 让你的双手往后 吸气的时候 双手往上 吐气的时候 让你的腿部 手往后 然后再一次吸气的时候 让你的右手往上 一次的吸气 让你的右手往头 往你的左边的方向 延展看完 所以感觉一下 你的右边的身侧 握骨 手背外侧 到手指头 它好像一样的就是去 做一个伸展 吐气的时候 回到中间 吸气的时候 让你的手 再往头的方向 延伸 吐气 回到中间 最后一次 吸气 吐气 回到中间 再一次吸气的时候 让你的左手往上 吐气的时候 让你的腿部 让你的手往后 再一次吸气 双手往上 吐气 然后这一次呢 让你的右手去找到钻 然后一样让你的宽呢 回到你膝盖的上方 一次的吸气 让你的左手往头的方向 颜色 所以感觉像 左边身侧肋骨 手背外侧的延长 再一次的吸气 吐气的时候 让你的手指头 带着你的手腕 手肘肩膀 肩胛骨 肋骨脊椎 往下转 好像你的手指头呢 它呢 要去找到地板 然后呢 吸气的时候 慢慢的 再让你的手指头 带着你整个身体 往上转 可以的话 让你的胸骨呢 转向天花板多一点 上面的时候 它就是轻松的 看到去哪里都可以 然后吐气的时候 回到中间 再一次吸气 手再往头的方向延伸 吐气的时候 让你的手 往下转 手指头 好像要去找到地板 一次的吸气 慢慢的让你的手 再带着 它慢慢往上转 可以的话 手腕 再转多一点 往天花板 然后吐气的时候 回到中间 慢慢让你的左手 去找到垫子 然后把你的身体 慢慢的带回来 所以这个动作呢 就是除了就是我们是在做 可能你的侧边的身体 筋膜的筋膜的 lateral line的一个延展 那同时呢 就是我们呢 因为你的手 就是有跟着动 所以其实我们也有 就是去延展 然后去伸展 就是我们做的那个 你的身体的 螺旋线的那个筋膜 好 一次的吸气 慢慢的 让你的身体 一带起来 然后吐气的时候 在吸气的时候 上手往上 吐气的时候 让你的腿部 往后 然后再一次 再吸气的时候 让你的右手 往上 然后吐气 一次的吸气 让你的右手 再往头的方向 延伸 然后呢 我们会在这边 停留一下下 所以刚刚呢 我们就是让你的 左边的身体 那一些水分 就很像就是 把它拧干之后 我们现在呢 就是让这些 风味的水分 都可以回流到 你的身体的 左边 再一个吸气 然后吐气的时候 慢慢的回到中间 让你可以 把你的双手 放下来 然后呢 就结束了 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 这个练习 还蛮适合 就是真的 就早上起来 都觉得背很紧啊 然后或者是 就是坐一整天的时候 就很适合 练这个 对 然后其实就是 当你的手在转的话 其实我们也是在 让你的肩胛骨 还有就是肩膀腹筋 的那个就是 关节 然后就是筋膜肌肉呢 就是让它有滑动 有滑动的话 其实就是你会感觉到 好像就是 做完之后 它会是比较 轻松 轻松的 然后我觉得 像筋膜训练 还有一个很 很好的那个 练习 是你可以 比较能够觉察 你的左右边 对 你就是会发现 你有一些小小的部分 就是可能 你在做 一次性的动作 跟有在转动的时候 就会感受不太一样 对 对 好 那我们今天 谢谢苏莉娅 带来的练习 那希望大家就是可以 藉由这个训练到自己的 脊椎的各个部分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